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因斯坦说过 弱者报复强者原谅 智者忽略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 有些弱者总是难以释怀 一心想要报复别人 在不知不觉间也活成了恶人的模样 有些强者往往能看到事情背后的原因 能真心地谅解别人 修得善心 而那些智者却能忽略一切 专注于自我 最终笑看人生 其实这恰恰对应了为人处事的三种立场和人生的三种境界 你能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看待别人 就决定了你最终能抵达怎样的境界 一 弱者报复 去年冬天幼儿园老师给表姐儿子布置了一个作业 每天练习拍球 表姐怕外面冷 就带着儿子在家拍 想着才晚上八点也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巧 邻居老刘上一点的夜班 这会儿正在睡觉 被吵到了 很不爽 就故意在十二点左右搞动静 几天后表姐一家受不了 姐夫找老刘商量 结果双方互不让步 不欢而散 两家从此杠上了 两家亲事抢占楼道里的公共空间 表姐把旧电动车放了上来 堵得老刘过路很不方便 老刘就用烟花烫死了表姐种的花 表姐就直接去扔老刘的东西 后来老刘急了 有天晚上出门时故意开着音响 放了一晚上的歌 一晚没睡的姐夫第二天就去找老刘理论 两个人一言不合 就在楼道里打了起来 小区保安赶到的时候 两个鼻青脸肿的人正在地上撕扯 楼道里一片破败狼藉 最终双方都进了警局 闹得人尽皆知 陪出去好几万不说 还搞得一身伤 表姐一家对邻居的态度其实是一种异象立场 就像是小孩子对待抢他玩具的小朋友的态度一样 不管什么原因就去抢去闹 一定要让这个小朋友还给自己才满意 这是一种低级的处事立场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抱负的怨气 有的是因为前任 有的是因为前老板 有的是因为无厘头的人 当我们被伤害 被欺骗 被辜负 这些事情真正的意义 只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 看懂一些事 一些人 而纠缠的过程只会加剧损失 风流不再谈丰盛 袖手无言畏最长 所以对于那些恶意的重伤沉默 是最好的武器 它比爆发更有力量 聪明的人从不纠缠 让自己活得精彩 才是最智慧的做法 一遇到问题就诉诸于情绪 常常是渊渊相报 两败俱伤 还会让内心越来越狭隘 这样的人常常是生活的失败者 当你成为最好的自己 一切风生水起时 会看待很多事 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 也会相逢一笑 二 强者原谅 我之前在一家公司实习的时候 犯了一个大错 刚进公司的时候 我表现不错 领导对我也很放心 经常把一些重要任务交给我 有次公司要举行一个合伙人会议 领导要上台演讲 不过他当时很忙 没时间做PPT 就把文稿发给我让我做 结果我把其中很重要的一页里面的 公司名字和数据给打错了 领导当时也比较急 草草看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错误 结果会议当天很多合伙人看到后 就拿这事调侃起了老总 让老总很丢面子 回头老总把领导交到办公室里 狠批了一顿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当我看到脸色帐红的领导时心想 这下完蛋了 可领导并没有对我发火 而是苦笑着对我说了一句 这次错不在你 是我疏忽了 不要有心理压力 小伙子犯个错很正常 不过以后做事一定要细心点 听完这句话 我内心满是感动和愧疚 从那以后我干活越来越用心仔细 最近听说这位领导又升了职 我真是一点也不意外 领导对待我的立场 是一种设计立场 就像是一个人对待一块不走的手表 他不会因为上班迟到而去惩罚手表 而是从自身找原因 理解手表不走 是因为自己望上弦 这是一种高级的处事立场 在生活中我们更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只有这样你才会获得更多快乐 人生是短暂的 时间总在一眨眼间就过去了 人生又是漫长的 我们在不断经历着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这个短暂又漫长的过程当中 更多事情是不如意的 如何理性地看待事情 怎样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 用博大的胸怀来包容错误 原谅周围的人和事 不要让他人来影响你的情绪 你才会过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凡是冷静看待 能从背后理解到别人这样做的原因 为人豁达真诚 内心强大 这样的人就是那些生活中的强者 三 智者忽略 二战期间 甘地阴不仁被英国殖民者残酷压榨 想要带领印度民众把英国人赶走 可在当时这个想法无异于白日做梦 当时的印度机器落后 各种宗教纷争不断 很多人徘徊在饿死的边缘 想带领这些人去对抗英国的飞机大炮 实在荒唐 但手无寸铁的甘地做到了 他召集了一群赤手空权的平民 去英军驻守的地方 无声抗议 他告诫大家 无论英军怎么打我们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英军看到后就开始暴力镇压 拿枪打他们 拿刀砍他们 既不还手也不闪躲 只是一直向前走 倒下了就接着爬起来 死掉一个 后面接着补备 无数人头顶鲜血继续前行 一点都不在乎英军的伤害 他们身上显现出一股无形 却又坚不可摧的力量 英军被这个赏灭吓傻了 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怕 后来这事传回了英国 很多英国人觉得这太过残忍 绅士风度丢尽 也开始抗议 同时追随甘地的人越来越多 英国高层最终 受不住各界压力撤出了印度 爱因斯坦德之后 禁不住感慨 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 世上竟然真的 活生生出现过这样的人 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 就是对伤害不在乎 甘地正是一种物理立场 来面对这些英国人 这是一种最高级的处事立场 淡定是一种人生态度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稳定自己的心态 不受外界的影响 不以一时的德而过分喜悦 也不因一时的失而烦恼 万物自有它的规律 我们对待自己的未来 要有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平常心 其实人生中的失去并不可怕 重要的是 是要化悲伤为力量 当你不如意时 就把所有的烦恼 都泡到九霄云外吧 不要为那些 不顺心的事情而烦恼 让那些落寞的往事 慢慢沉淀下去 我们才可以充分体会到 生活的快乐和明媚 无论面对失败还是成功 保持一种淡定的心态 不因为一时的成就 就得意妄行 也不因为一时的挫败 而妄自菲薄 世间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 大可一笑而过 不为外界所扰动 就是用一种纯粹客观的眼光 看待所有的人和事 越不在乎越是强大 正如佛教中的无为一样 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智者 世界因他们而改变 4.朱利安·阿桑奇说过 故事就在那里 关键是你所看到的是哪一个故事 想要成就更高的人生境界 就一定要先学会 改变自己的立场 让自己脱离低级情绪的烦扰 脱离渊渊相报的轮回 像强者一样来思考 像智者一样行事 这样便会清风自来 成功在即 愿你成为这样的人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